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机鉴定 那么今天咱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所谓的明代永乐时期的青花花鸟石竹纹碗 它的真伪怎么样来辨别 这个呢,用这件器物呢,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还是那句话,我们会从几个大的主要方面来跟大家分析 首先咱们就来看这个器型,这个器型大家记住了 然后我在后面会给大家讲到这个问题 那个这个器型呢,首先它的这个碗本身的这个器型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碗的口颜,再有一个呢,就是碗的圈足 圈足的一个是修足方式,再有一个圈足的这个角度 这是有很大问题的 那这个永乐时期的这个口颜,大家记住稍微有一点点的尖锐 尤其是跟这个宣德时期的比 而且呢,它的胎幼,它也是不对的 它这个胎幼呢,怎么讲呢 是这种所谓的白中泛青是 你看起来就是那种完全不是那种清白幼或暖白幼那种感觉 另外这种火气十足的,就不用再提其他的了 另外它这里边在做所谓的反古词的时候 加上这个所谓的西光斑 这种西光斑就是一眼甲 大家一定记住,这种就是一眼甲 就后来点上去的 永乐时期的这种铁锈斑或西光斑 绝不是这样的呈现的方式 那么这个都是这个鉴定的要点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青花的发色 以及这个文士布局和绘画上 都看出来巨大的问题 大家看看 这是永乐本朝的这个花鸟文的这个双耳抱月屏 大家看这个鸟是怎么样画的 一定要记住 它的这种鸟的绘画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我可以把这个呢 稍微放大一点 让大家看一看 看,大家看 然后这里边的晕散,流淌 都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这个花 花蕊 花蕊 画的都非常的自然 而且看这个叶子啊 什么的啊 鸟 这个神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家记住这个 这些都是永乐本朝时期的这个 它的特征 我们再看这件花鸟文的 玉湖春平 也是永乐本朝的 那也是大家记住了 它的花鸟是怎么样来绘制的 啊 呃 然后呢 你要把这些东西文样啊什么都要熟记于心 你才能够去 说白了 你可能捡漏啊 或怎么样啊 大家看这件鸟啊 它在羽毛上啊 身体上怎么样处理的方式啊 这个是有典型的啊 这个永乐时期的特征的啊 一定要记住了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说这是房品啊 看它的竹石文啊 花鸟 那么它其实本身 它这个布局啊 它就是把两种文式放在一起了 一个是花鸟文 一个竹石文 这是 不会出现在永乐本朝的词级上 把这两种都放在一起 因为它有一些冲突啊 呃 所以呢 这个就是考验大家的一个知识点的问题 知识面 如果你的知识面足够足够丰富啊 才能够看得出来所谓问题出在哪里 这是永乐本朝的这个竹石文的这个碗 大家注意看它的气形啊 看它的这个圈竹啊 然后它的装饰的方式啊 这些啊 当然了 你说这个尤其是在强足这里头啊 我们看那件房品的碗是用的这个咸文 它这个是用的啊 所谓的这个回回字文 回文 那用弦文的有没有在这个永乐本朝 有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不是这样子的啊 这些东西呢 所以呢 就是你一定要把真品的东西熟记一熏 那么你见到房品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问题出在哪里 另外就要说这个款制问题啊 还有这个圈竹啊 永乐一朝的圈竹不是这样修足 大家记住了 你一定要记住每一朝每一代 它的修足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他这个就有点尼丘贝了 是这个康熙一朝才出现的修足的方式啊 这是永乐一朝的修足的方式啊 刚才提到那个款制的问题 那么现在在存世的所有的这个青花里边 永乐一朝的啊 只有鸭首碑啊 有这个四字双行的转书款的 永乐年制的款制 那么在啊 这个有还有一些是属于啊 这个暗客的 是在比方说这个 这个甜白柚里边比较多 呃 那个呢 也是四字的这个双行的啊 转书款 那在其他的所有的青花 以及其他的单色柚上面 都没有款式啊 没有款制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啊 牢记于心啊 这些东西你比方说 你说要有 你一定要有一个佐证 你有考古的佐证啊 或者是这个详实的历史资料的佐证 没有 那你不能一想天开 而且你说那你没见过就是没有嘛 不是 你必须得方方面面都得符合了 你才能证明这个东西是对的 如果你好多方面都不符合啊 这个永乐本朝的东西 那你你说我这个东西就是就是独一无二的吗 那你自欺欺人呢 大家看他这个竹石文这石头画的啊 刚才我也给大家看这个永乐本朝的石头画的画法了 这些所谓的这个啊 这个西光斑看上去啊 非常的假 假在哪里 他都浮在表面的 他并没有沉入胎骨啊 永乐一朝的这个无论是西光斑还是铁锈斑都是沉入胎骨的 他这都浮在表面 那么很多人喜欢用什么放大镜来观察 那我也把这个东西稍微做了一个放大镜的一个一个一个展示给大家 让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感官的认识 因为我也有其他的视频讲解了苏玛黎清料的这个所谓在放大镜下面的这个形态 大家可以参考对比一下 这能了解这个真正的塑料 它的这种铁锈斑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这是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搞鉴定啊 这个这些仪器啊 所谓的放大镜啊等等等等这些呢 只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你不能作为一个啊 这个唯一的啊 这个我们我们讲这个在哲学里面讲啊 叫啊所谓的就是他叫啊怎么说来着唯一而且是必备的啊那才行啊 你像这些都是这个永乐本朝的 那么所有的所有的这些瓶器相互参照 你看他的胎右看他的这个胎骨 看他的底足看他的啊文室布局看他的绘画以及清料的发色等等很多方面包括一些老化的程度啦包括气形了你参照啊才能定下来一件器物的这个是否倒带 那你不能说我这是所谓唯一啊就是就是准确的啊你没有任何的参照可以证明他是唯一的那你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要仔细欺人 玩收藏呢呃收藏的是一种文化收藏的一种知识而不是单纯的收藏了一件器物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摆正这个位置你不要单纯的靠所谓的我有几件东西就能发了大财 那是痴人说梦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谢谢